字幕 李宗盎 字幕 李宗盎 李宗盎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又閃閃電 好大雨 其實我們還有半年要熬 熬什麼呢?熬好冷氣 香港真是很嚴重 你喜歡熱還是冷? 喜歡冷,一定的 但我喜歡夏天 為什麼?或是鬆身材 都不關事 但我都喜歡夏天 我們看人鬆身材 是呀 夏天來說我個人是烏嵩客熱的 我超級客熱的人 現在冷氣是凍露飛起 你們兩個是凍露飛起 我覺得很舒服 剛剛好 沒錯 還有最重要是 這裡的電費不用我給 但家裡的電費不用我給 OK 所以冬天是舒服一點的 尤其是我們住村的地方 你知道馬灣外面很熱的時候 外面很熱的時候我們就很熱 但馬灣很熱的時候應該不會很熱 真的會比較特別 不是呀 我以前都經常要進馬灣做事 是嗎?做什麼? 有什麼好做? 做工程的事 哦 是嗎? 但是我是進去柏景灣那邊 我不知道你的位置會不會同 我都是在馬灣表面 但是很冷清涼的 進去柏景灣有時候夏天 我覺得很舒服 在柏灣那邊 在柏灣那邊 不是柏景灣 柏景灣大個兒子 其實我覺得是有風的 但我本身有人怕熱 尤其是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 所以你說夏天我的活動 其實有時候是想做運動的 常常說是踩單車 話說是踩單車 晚上踩不到的 沒有燈的 先問一下 為什麼後面那盆沒有燈 說那盆燈是怎麼用的 沒有燈的 搞到晚上不敢踩 是 稍後再研究一下 好 游泳 游泳又怕曬得厲害 但是近期 每個人都在沙灘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常常放假 其實很舒服的 在沙灘吹吹海風 但我五年來 我走到沙灘 十多分鐘而已 我都沒過去游過水 通常你越近那個地方 你不會開的 正如我們說 你試一下 在埃及的施生人面像 在對面 你也不會去 十年你也不會走過去 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好了 講一下近期 有些車行老闆 也有些朋友 叫我記緊說這件事 大家看看一封信 一封文件 泰家保 泰家保險行公司 逐補新條款 其實我希望阿咖哩 就幫忙看看 看到了 的士司機車主 說其他一里人 再提交索償申請時 若未能提供 事故當日的前後閉路 一部電視錄像 第三者財物置庫 將顯著增加 由12000元 12000元 增加至22000元 這個條款 由今年的921號生效 第二是車齡 車齡 大家看 車齡影響不大 是些朋友 當然是很廢業的 有些車主特意 是自己的車 甚至乎又開車 還有沒有 香港 幾年前還有一部 唯一的士 14至17年 到14年 車子還有嗎 到14至17年 其實也很少 很簡單,你現在2020年看到還有一些06年的車在街上走? 很少 沒有啦 很少量,有些單手自己開的 五座位 他親車的,有些真的十幾年了 這個問題不大,我覺得 第三,這就是問題 對過往曾有索償紀錄的車主車輛作出增加附加保費或拒絕城堡 以前你曾經說過的 第四,最特定的司機群組的額外是自負額 68歲或以上的司機會加收5000元的自負額 這個是不是賤底? 是的,賤底費 第五,車主超過五年的的士,五年就不城堡全部的 其實整個問題除了第二之外,沒什麼人理會他 其實一、三、四、五都有些問題 首先我們說第一,暗家產,車鏡 其實我想關車鏡事,他覺得你們鏡的時候那樣東西未必是真實 他也想不一定批,每一次都要批給你們 他想多拿一些對本公司有利的東西 一定要一定的 但我也問過,車房師傅 原來驗車官,每次驗車 原來你安裝外置,我們自己安裝車鏡 要拆的嘛 要拆,如果不是有權肥理 代表法律上是不容許你安裝外置車鏡 自陳安裝 如其非你駕車出廠的時候驗了它本身的基本裝備 那就可以了 如果自行安裝,你每驗車都是拆的 當然,通常一個大小就說你拆一拆有多困難 問題也不是拆一拆,我們不是說這麼困難,拆一拆都不拆 而是精神在裡面,原來是不能裝多車鏡 拆來拆去,就是整天都說了,裝車鏡 那是不是跟法律有抵觸呢? 即是私隱條例那些嘛,他又說跟又有關 都類似啦,很麻煩,拆了那麼多年 他現在還要講前後 你前面就有人裝,後面誰裝? 不是啦,這當然少了,前後 其實簡單來說,要逼你 第二,對車靈人不用說 第三,你曾經鏡過的,又會加這個 即是加loading,或者是購買 其實,阿嘉呢,或者大家知道 這條條例,算不算是新的呢? 其實又不是說苛刻,還是怎樣的 過往你不要說是不是的士 你買任何車保的時候 他都問你過往兩年,三年有沒有金錢 因為他要用這件事去考慮你的保費 但他現在又說了,可能未必成保 我又覺得,那你未必一定 成保是不cam,還是他不開你的單 不收保 不收你的單 不收保 我會覺得這一點又真是有想法 這件事一向都是有的 就是等著MCB而已,對不對? 你出過事的,那就沒有了 但問題來了 如果,其實我們要初步想想一些自己的假設性的問題 你知保護公司,你cam我,我cam你 有時自己對,自己不對 其實,如果他自己是對的 譬如,要別人賠呢? 那是沒有關係的 譬如,我遇過一個個案是 我的客人,車是被警車撞到的 那是政府賠錢給他 你也逐保的時候,有問你有沒有cam過錢 那我的確有cam過 那我的客人都問我 這個情況會不會又變成加loading 或者賠NCP 他們本公司是說不會 因為責任不在你裏 的確是對方要去賠錢 第四,那是68歲以上的司機 即是要加loading 那其實又怎樣是68呢? 又不是65 又不是60,又不是70呢? 是不是多了 我想說,其實你這個行業 多了一些比較年紀 已經大了的司機 都計是63 不是多了,是一向的 一向都是的 是老人行業 他會不會拿68歲 他會不會做個統計 是平均68歲多呢? 那是68歲還在開 都很多 又不是多很多 都保持這個 我想是不會突然多了 可能他真的交通意外 真的68歲是高一點 是,索純率高了 不過他那些五千元應該 對那些司機 如果去打理人租車 他想去給多些五千元 即是老岸 是吧? 那問題來了 其實稍後 我們會訪問盧律師 就是 其實很多司機 就把loading 佔底費 和按金 當是一樣的 其實是不同的 是 這件事 我相信 就是 年紀大的司機 聽到來 怎樣都好 你說我以前 怎麼駕駛幾天 沒拉過 但你衝多了 這件事一定是不開心的 是 是 好,第四 第五 超過五年的的士 就不存保 其實呢 以前就是沒有這樣的 你喜歡 除非你太過年代久遠 其實五年你說 我要繼續買全保 其實不少車都會買的 都會買的 包括我在內 因為其實它全部和第三保 不是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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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價車差很多 市價車差很多 但的士不是差很多 因為的士 解釋了 其實問題是這裡 因為的士的第三保 很貴 是啊 它的士的全保 你真的想像不到 為什麼我會覺得買呢 原來它每年的全保 只不過是欠四千多元而已 那真的不是多 那你買不買 以一個單手車廠 我來講 買都不期的 真的不期的 那你賺食車來 我自己 我不是出租 出租的 那些就難說 我自己開 什麼都補完 起碼就覺得安全一點 嗯 那其實呢 泰家保險 上幾集 阿羅少爺來到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說 就是在留意這家公司 他在最近這兩個月 又不停的出招 嗯 那這次正式落實了 就這個 這個應該是他正式落實了 他的那個條款 是的 之前就好像是一個通告形式 那樣的 這次已經確認了 但是很不幸的 我剛剛逐了就是他 但是我應該沒有什麼 怎麼加的 還未到的 未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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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就會考慮的 其實呢 市場上面呢 另外兩家保險公司 雖然不及他的佔優力這麼高 但是呢 保費是相宜 不少 也都沒有這麼多苛刻條例的 但我亦都無謂賣廣告 但基本上 因為他是出泰家保險公司 也不是幫他賣保險公司 但因為他出了一些通告 我們應該要給韓家知道 是的 我們完全可以看 自免 自免 他所要聚述 要有什麼 表達的 是的 但是 以上呢 純粹江湖傳聞 今集呢 我們會講很多江湖傳聞 說明是江湖傳聞 嗯 就說呢 剛才我們講的那間保險公司 就是為什麼會出這些這麼辣招呢 我們叫做呢 因為他就說呢 原來已經上了市了 嗯 是 上了市了 那麼 保監 還有就是 應該是 如果上市應該是聯交所那邊 是吧 嗯 還是 那些叫做什麼 廣交所 廣交所 類似那些 其實是有條件的嘛 難道你不通領 就像我們YO那樣上市嗎 雖然將來可能行 是的 但是他有個規限的就是 你每年的盈利 要有多少 是 保險公司大家其實都知道 他如果純粹是保險公司 但是任何部分都是虧的 是 是 他現在要這樣去抬高一個順利 是的 為什麼呢 除了之餘 其實的士 一向都說 你想想像是神台貓屎來的 很多喜歡的 的士 的士小巴這些 保險公司完全是 沒有什麼興趣的 不喜歡的 嗯 但是呢 他要的數 因為他一定輸的 其實我告訴你 差不多做的士 是有少數 才會贏的 大部分是輸的 那麼他要做一條數 他也不想拖累其他保險 有傳聞就說 原來在上市當年 好像去年 他停了所有的 要賠的錢 嗯 收的錢當然要收 這樣繼續 那賠的錢是停了的 嗯 將那個 那個 掃面 做得靚一點 做得靚一點 有盈利 是 但是現在就說 為什麼他這樣呢 就是 傳聞的 傳聞的 就是上了市了 就馬上來了 就是這樣說 就是身價高了 就要做些事了 是的 現在可能呢 我現在上了市了 他現在的做法就好像叫你不給他買 是 知不知啊 都不會啊 如果沒有得賺 你怎麼會做啊 只不過賺多賺少而已 他自己宣布過 有些小道消息 又是說 他在的士這邊呢 是真的輸的 其實大家都認同是輸的 正如剛才所說 只有一些二數 那一年不知道做什麼事呢 是有微賺的 即是類似他想止蝕 是的士這邊 的士這邊 你明白嗎 因為其他汽車那些 它是有賺的 主要是的士小巴 但是你會做蝕本生意嗎 我想 阿咖哩又會知道了 其實保險呢 就沒有說 雖然說婆娜數而已 雖然說婆娜而已 但是有時候 我們經常說 保險的事情 他可能是賴著來做 是 你明白 他做得汽車 有些甚至有廚民 就說他要給予政府 可能 運輸處或者 有少少跟他談過 這個又不做 這個又不做 因為你法理上 你一定要買的 是的 正如我們都說 沒有的 他會多些條款給你 你做到的他會受你 是嗎 正如我就想問 阿咖哩 其實如果我們買保險 任何保險 我們不要一直針對汽車 其實保險公司 每年可不可以這樣 來出一些條件呢 可以 因為我只可以這樣說 通常給你們一大堆保單 你們不會看的 下面很多細緻 其實他一定有一句 是那間公司會保留最後的權利 去增加還是減少 但因為他們一定是在每年的索償 自己公司的盈利 或者個人的東西 去衡量將來的保費 如果去那年 去年我賠得多 公司的流動資金一定少了 那我來年也會考慮 加少許錢 如果你說 不只是港車 那你個人保險 那些私家醫院 收費越來越貴 那我如果同一個保費 那我怎樣掩蓋下一年呢 沒錯 沒錯 那些東西要越來越貴 因為今年私家醫院保費 sorry 那些收費都加了20% 如果你們有留意自己的保險 住院那些貴了 其實我不會看的 買完了 扔走了 那些東西又夠那麼厚 夠那麼多 所以提提大家 其實買任何保險 其實如果真的不明白 就要叫你的代理 基準問清楚 對 通常都不會責任的 問一兩次 其實你問我自己 我老實告訴你 一定會有些家福 通貨膨脹的 對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保單 可以問你 節目時間 今次差不多 聽到外語教室 Mis Lee和阿恩仔有什麼教 又說English 好 下次回來再見 好 阿熙 為何那麼熟 在找車子開工 找車子當然是找聯泰 但這裡有很多車行 那些不用你那麼多 聯泰只得一間 聯泰組織連線 聯泰自號老 聯泰規模大 聯泰服務街 租車打理買賣 找聯泰 23866672 你好 又到我們林狗找艇教室了 林狗 聽說Miva很多艇長說要找艇 你有什麼介紹 好 這就對了 對 近期的而且多了師兄要找艇 那來找艇的 當然是 雲訊車行 雲訊車行有什麼好呢 雲訊車行就好了 他們老闆 我們就叫魚仔 魚仔 思想年輕 將他的年輕概念 先進的管理概念 就帶進了車行 所以他們有什麼要求呢 最重點就是 大家可以雙雙量量 不會像以前那些 被人說 很古老 不是的 絕對不會 所以這麼多位師兄 一來到 可以先打這個電話 或者親臨 雲訊車行的移植 就可以找到魚仔 大家開心心 你想要什麼車 儘管開聲就沒有問題 好 那大家記住林狗的貼士 好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拜拜 Yo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即click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Yo